一个人最好的状态是怎么样的,应该就是脾气好,心态稳,不属于谁,也不拥有谁,不怕失去,不怕得罪,受得起风浪,惊得起谎言,看胆,看开,把自己留给自己,把别人归还给别人,虽然脸上写满了故事,脸上却不见风霜,不羡慕,不嘲笑, 只是悄悄努力,吞下委屈,为大格局,活成自己最喜欢的样子,毕竟,每个人的一生都是有限的,短短几十年,不值得去浪费,活着,不是为了讨好别人而存在的,而是活给自己看的,懂得及时翻篇,泰格尔说,如果你因失去了太阳而流泪,那么你也将失去群星了, 即使翻篇,是将内心的尘土清理干净,只有将自己清零了,才能重新站在出发点,才能有空地容纳当下和往后的幸福,才能在错过太阳后,还能赶上满天星光,弹簧之所以反弹会过猛,无外乎是压力的抬得太快,若你压着弹簧后,慢慢地一开,弹簧会变回原形,但不会伤及到你, 若你用力过猛,一开迅速,有可能会伤到你,所以,当你心中积满了负面情绪,不是一点一滴地慢慢释放完,而是蛮力粗暴地发泄,只会伤害自己越深。 就像曾国藩所说的,勿来顺应,过往不练,跟往事道别,该翻篇就及时翻篇,该放下就及时放下,给心灵一片安宁,给生活一副安乐和宁静,毕竟,精神内耗,说白了就是自己心里的戏太多了。 言未出,结果一眼千百遍,身未动,心中已过万重山,行未果,假象苦难仇不斩,是已必,过往仍在脑里眼,人生短短数十载,学会翻篇和自己和解。 因为,不依不饶,耿耿于怀痛苦的,只有自己,做真实的自己,一能净曾大方回应网友的吐槽。 女人在不同的阶段,有不同的美,我不想掩饰什么,我喜欢我的五十五岁,我也希望所有的姑娘,喜欢你们自己的现在和未来。 生活中 我们经常这样,被朋友误会了,默默咽下委屈,被上司刁难了,只能沉默不语,然而,人生是自己的,为什么要满足他人的欲望,来委屈自己呢? 你哭了,没人会为你擦干眼泪,有的是看你哭得稀里哗啦的人,你累了,没人心疼你的苦,有的是催你继续上进的人,既然如此。 为什么不做自己心里最真实的自己呢? 以前,总觉得自己长得不好看,穿衣服也不咋样,所以一直都很自卑,别人说了什么,我就感觉他们在嘲笑我,以至于很长时间,我都不敢走到人前。 直到毕业后,参加工作了,事业渐渐越来越好,走的地方多了,见了很多的人,我发现我并不差。 而且,也有人很羡慕我这样个性的行为,当有朋友问我,如果能回到过去,你最想对那时的自己说什么? 我想了想说,好好爱自己吧,别那么在意身材,别被他人的评价作用。 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,有人说,我们的生命,不是为了讨好别人而存在的。 我们这一生,是活给自己看的,不必为了别人的喜欢,来委屈自己去放弃,不必为了别人的利益,来说服自己去努力,委屈了,就大声说出来,不用藏着掖着,难过了,就放声哭出来,不用再以他人目光,很累了,就告诉自己歇歇,不用着急,赶路苦了自己。 因为,一个人无论多么努力,总有人对你不满意,对你的人生挑三拣四,那不如就让自己满意好了,你来人间一趟不容易,没必要活成别人喜欢的样子,你也活不成别人喜欢的样子。 人生并不长,要尽量活成自己想要的模样,才算不辜负自己,人到了一定的年纪,就会让自己安静下来,不再喜欢热闹和繁华, 喜欢一个人静静享受生活,感受云淡风轻的心静,心静平和,温一壶流年的茶,品时光似水缓缓流淌,摻一道寂静的美丽,用内心的风景,给自己一片绿意盎然的安然。 这样的生命,只有经过在苦难中成长,在魔力中成熟,才有了现在的样子,在岁月沧桑中释然所有,原谅那些痛过的缺憾,让自己心气平和地活着,人到了一定的年纪。 就会让自己放松心情,迎一怀平静与淡然,在季节更替中,享受生活,欣赏身边的风景,不紧不慢,不慌不忙,只一袖清风,一怀明月,一份淡定从容,需自己一份内心安然无恙, 以顺其自然的心态,过随遇而安的生活,季节的风触动心情,轻轻拨动心弦,在时光的温柔里,总有一丝美好的感觉,如淡淡的花香, 阴晕着红尘深处的人间冷暖,低眉美好,简湿时光,岁月静好,在浅笑安然中,将淡淡的忧伤归还给岁月, 内心平静,慢慢享受,慢慢欣赏,慢慢行走,人到中年,就会变得越来越简单,用纯粹而慈悲的心,面对现实中的苦难,面对人生无常,如此,才能克服一切困难,心情好了, 看待世界和与人合适相处,都会看到好的一面,用一颗平常心去轻松面对,以快乐之心,好好说话,好好吃饭,好好睡觉, 爱自己也爱世界,做人做事,问心无愧,即便是遇到一些不如意和误解, 只跟明白人去说理,认知不同,不去辩解,三观不合,不去讨论,道不同,不相为谋,人的思维各异, 人性本不相同,不必介意别人怎么说,怎么看自己,只有内心平静如水,心无挂碍, 才会万事顺遂,心平契合,岁月静好,才会生命安好,内心清静了,世界都会对你微笑, 当你用理解宽容的方式,对自己生活,微笑对待一切,遇见的时候,世界也会善待于你, 你又不一切发生,也就慢慢少了烦恼,能够影响你的,只有自己的心情, 当你尊重自己的时候,世界也会变得真诚, 记得张爱玲说过,真正能治愈你的,从来不是时间,而是明白, 人生的价值和美好,都是我们自己内心的反应,说到底,就是人生的境界, 若心乱如麻,不能摆脱烦恼的控制,无论我们走多远,灵魂都在流浪, 不懂得认识人生的本相,便难以领略人生的风景, 唯有内心的安静,才有生命的优雅,这种安静,是内心的平和,是心静的甜淡, 是成长中的从容,是微笑面对这个世界的坦诚, 一切都源于我们的内心,活明白了,就会知道, 人生路不宽时,是因为心胸不够宽,眼界不够广,境界不够高, 懂得放过自己,做人做事,不要太苛求和偏执,心中若有所思, 事事烦心,心中若无其事,风轻云淡,心中有爱,眼中有光, 心胸豁达,以慈悲心对待世界,因为懂得,所以慈悲,在心里, 更在生活中,心中有景,处处芬芳,内心坦然, 人生自在,心无居伴,身无翻里, 才能活得自由自在,坦然面对现实,活得开心快乐,潇洒, 淡然,无愧于心,尽心活着,尽力而为, 如此就好,一个人的旅程,需要承受的太多, 行走于光阴的路上,流年的风轻轻吹过, 在岔子烟红的风景中,心怀素雅,若是内心没有太多的波澜, 也是一道风景,红尘看破了,不过是浮沉, 美丽看破了,不过是皮囊,生命看破了,不过是无常, 爱情看破了,不过是聚散。 以前难受了会哭,因为解决不了,后来难受了会人, 因为改变不了,现在难受了会笑,因为无所谓了。 简单的道理,总是深入人心, 从前是天真烂漫,心无城府, 现在是心意阑珊,波澜不惊, 或许这就是所谓的成熟,回顾过往,道路有点迂回曲折, 经历有些侃侃可磕,就这样跌跌撞撞。 兜兜转转,走过了半生,终于,尘埃落定,活出了自己的风采, 任世界风云变幻,保持内心的安静, 不再风起云涌,成熟的标志,大概就是理性多于感性。 从此,收拾好悲欢,不再轻易感动,莫名落泪, 坚强是苦难换来的,自信是生活磨炼的,淡定从容的人。 也曾肝肠寸断,欲哭无泪,欲走无路,经历风雨洗礼之后, 生命更加茁壮,如同植物般充满蓬勃生机,热爱天地万物, 烟火日常,人间风月,似是佳景,但是,不会为了爱情而死去活来, 年轻时的浪漫情怀,早已渐行渐远,也不为挫折而长夜无眠, 相信艰难困境只是暂时,风雨坎坷终会过去, 好好睡一觉,醒来之后,又将是一次重生, 更不会为了得失成败,而耿耿于怀,比起生死, 其他的都是小事,根本不值得迎怀, 搁一边,彻底忘却他,生命需要轻装启程,奔赴美好。 三毛说,我不求生克,只求简单。 深以为然,深刻给谁看呢? 人,总要为自己而活一次,遇见该遇见的,告别该告别的, 聚散离合皆是缘,分分合合都是天意, 我们遵循内心,顺其自然就好, 在生命的旅途,只管安静地欣赏风景, 青山隐隐,绿水悠悠, 还有沿途的花开花谢,多么美好, 愿充满生命的喜悦,一路云淡风轻地走下去。